《秦》 是书中上品了 南宋林红 在《山家亲共》中 记载了一道《必见耕》 唯月而耕之者 寄清而新 游必渐然 干杯洗净 冷水浸泡两小时 撕成小块 豆腐切块 笋切丝 姜切细丝 水芹切寸段 水芹 具有清热解毒 平肝安神 除凡消肿 止痛僵压的功效 起锅 入素油 爆香干贝 加少许白醋 去腥 放入水芹段 炒至色翠绿 注入清汤 入豆腐块 笋丝 姜丝 姜丝可中和水芹的寒性 放火煮沸 转中火 炖煮五至八分钟 加盐调味 略煮片刻 即可起锅 碧茧羹 清淡新香 如同山间碧水 清雅之极 号称书中之仙的竹笋 又为其增添了一丝 清素的山野之味 故 杜甫有 香琴必见庚之句 下周之时 既尝美食又一名句 闻人雅去 不过如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